我這麼一個蠶貓來貴州肯定要吃一次酸湯魚 衝啊 蠶貓一隻蠶貓 有飯有的交流 斑斑斑斑斑 酸湯 據我了解是西湖市加什麼調料我們就發酵 做鹹 撈一點湯 湯湯湯 你看這個很好 有辣有鮮 有鮮 有酸 你看我們在歐洲 其實也有各種他們吃的湯 但是沒有一個是跟這個相 它也是會酸 因為西湖市煮的時間長的 它不是很酸的嗎 但是因為這邊還有更多什麼我不知道的是什麼條呢 所以這個味道還是很一樣 至少在德國機會就見不到這樣的情況 一個德國人可能到這邊來就看我需要一個火雷魚 它就有點不敢吃了 那就是貴州市外合適的地方 但是你如果是一個不愛吃辣 而且不想吃什麼火鍋 也不想吃燒烤 你就別來貴州 你還是可以來 但是你就別委屈的來 你可能是看風景 這個風景也很漂亮 我們也不能吃掉 還有一些那些 你也好嗎 想說